两个人的心秀关系就是两个人月亮星座之间的相位关系 其中液胎关系就是彼此两个人的月亮之间三分相的关系 具有灵魂气和自趣相投的性质 而命之心关系就是月亮的精准和相关系 世上虽然没有一模一样的学化 但人生路上却会遇到镜中的彼此说的就是这种关系 而在这种关系中如果缘分足够深的话 两个人就能够如影随形般的相处 但也有的关系会因为性情相识而相厌 并且如果因为这些矛盾而分开的话 也是比较容易以交恶作为关系的结尾的 而中远距离融亲关系则接近月亮之间成三分相关系 彼此适当的距离仍然两个人之间更容易相互尊重 极少争吵所以容易相处的一跃 而中距离融衰关系则接近月亮之间的九十四分相关系 这种关系通常被认定在前世有着特别的缘分 但令人惋惜的一点是双方容易三观不合 其中的一方会在日常生活里管制另一半 而导致感情中被管制的一方付出的会少 哪怕结婚之后也容易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彼此疏远 所以在这场关系里面最好有第三番协助才能够走得更远 而长距离和近距离有衰关系则是两个人之间的月亮成150度和30度的关系 这种切合程度偏低 还有中距离微程关系是月亮之间成60度的六分相关系 切合程度也一般 而远距离微程关系则是接近月亮之间成180度的最分相关系 这样的两个人三观容易背道而驰相互拉扯 都觉得自己应该是主导的一方 但如果遇到问题能够主动沟通不逃避 最后两个人还是能够做到彼此欣赏宠物走在一起 最后远近安坏是相对薄弱的关系 双方难有什么共鸣 而中距离安坏则会比较接近月亮之间的95次分相关系 两个人之间的命运会比近远距离的安坏要强烈很多 离别又重复的戏码会重复上瘾 所以双方在情绪上起伏都会很大 总是在相爱相杀的海洋里重复